0828頁的第一段片 剛才我們說了Integration by Part 但最困難就是不知如何選擇U和V 所以在這裡有一個簡單的活動 就是同一個問題 想大家試一下用三種不同的Approach去In 三種Approach不一定Work的 那你就看看哪一種Work 這個練習其實是幫大家培養一種觀感 一種感覺就是其實是怎樣為之Work的呢 這裡我先說了 其實我們用Integration by Part 你用完公式 對的就一定對的 沒有問題的 不過未必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我想要的效果是什麼呢 我想能夠做一個更簡單的Integral 我想簡化到原先未做之前的Integral 然後才可以繼續計算下去 所以大家先pause一 pause video 自己試一下不同的 explore完之後再回來和大家對答案 好 試完之後應該就和大家看看 第一個我就會這樣的 第一個就是完全不動的 我叫這個做U 叫這個做V 所以第一個就是這兩個雙乘 所以有x二次cosx 然後x就出來了 要寫的 黃色的就進去 然後黃色進去 d黃色就會出來了 記得有一個dx 因為這兩個是雙乘 所以又是productWu 然後這個沒有問題的 那是後面那塊 你拆開這個cosxdx 後面呢 拆開它就是x二次 減減就變成加了 那就出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你可能就會說 如果用這一招呢 其實那個效果就像剛才那樣 我又看到自己 用不可以用呢 可以 你調過去就兩個自己 但問題就是 你怎樣解決這塊東西呢 明明x是一次方 你做完之後還要計算x二次方的物體 黏著sinx 你本身黏著cosx 所以你知道這條路不成功了 很難繼續下去了 好嗎 其他又試一下 如果這樣 不如我們有第二種選擇 不知道是想不想到 我們把x放進去 x二次over2 用起來兩個雙乘 然後減 然後減 x二次出來了 dcos 那我們這裏跳快一點了 dcos就會出負sinx 再dx 整理一下 加1二分之1可以抽出來 x二次sinx 你得出的結論 其實跟剛才的一樣 是不是 你把這個 調到左邊有兩個 除2 其實就是這裏 這個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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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剛才的一樣 即時又是不行了 好嗎 好 還有沒有選擇 有 我們可以把cos放進去 dsin就是出cos 雙乘 x乘sinx 減 sinx出來 x進去 今次無法選擇 x進去就是dx 就是這樣 那有沒有用 當然有用 現在你就做到一個 simple的integral 你做這個 我們三個都沒有錯 這條式沒有錯 這條式沒有錯 integration by part 是沒有錯 不過未必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但是這個就達到了 因為我直接in到 cosx來的 加的 加c 這個就完全解決到我們的問題了 由這個簡單的練習 想告訴大家 有很多種選擇 有很多種選擇 你用之前 看看怎樣把誰放進去 最難就是這個 有很多種選擇 有時候好像剛才那樣 兩個不同方法都算多答案 有時候其實只有一個答案 這個大家要經驗的建立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日後大家在學習的過程中 不妨做多些這些不同的選擇 那你就知道哪條路可行 哪條路可行 好,下一段影片我再教大家 如何快一點去做選擇 很多的選擇 對怎麼樣 好,我們一定要講